接下來我們要做這個遮罩的動畫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 你看 如果把上面這一層打開 沒有錯我是走一走定格在這邊 可是呢在走過去就會被我們 上面那張影片遮住了 那所以我必須要讓 這個人 我希望 有一個遮罩幫他遮住 也就是他走出來之後 只要在遮罩範圍裡面才看得到他 外面的是 變得透明的 就會看到我們下面的定格 那我們就可以來試看看囉 各位還記得 我們講過在A裡面 只要是什麼封閉的 被子曲線就是遮罩 那我先第一個動作要先點到這個圖層 點到他代表我要建立遮罩 沒有點到 比如說我這樣完全沒點到 這樣叫做建立形狀圖 不一樣 所以我點到他 再來我們先把這個人的外圍 我們可以稍微繞一下 好這裡我們稍微繞一下 到這裡結束 這樣有沒有看到下面 好 但是重點是這個人會走來走去的啊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先把這裡打開 先把這裡打開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遮罩 那如果這個遮罩的顏色你覺得這樣 不是那麼明顯 沒關係 這個色塊可以按 你按下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自己調整一下 比如說我覺得這裡 用個 黃色的 我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有沒有這樣就變黃色了 所以遮罩的顏色是可以改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遮罩本身的路徑呢 是可以做動畫 再來就是 他 遮罩 也有陰化的程度可以調整 因為我們在這邊並沒有 框的很細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 加一點陰化的程度 好 加一點陰化程度 讓他的邊緣 你看我先把下面的眼睛關起來 有沒有看到這裡 對不對 你有加一點陰化 這樣子的話呢 他跟 後面在做合成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 就是 太過突兀 所以我可以像這樣先做 那你要做動畫 就是針對什麼 你看我們先 在這裡 都還可以 那我先把 他路徑 這個路徑的 馬表 先打開 按下去 這裡就有一個 那我們就看看囉 好他現在從這邊出來 到這裡還可以 再走過來 是不是就不行了 已經超過了 所以我就把 這個範圍 我用這個 箭頭的工具 點到他 好 這一個遮罩 我先點旁邊 再點過來 這樣點到一個 好 按住去的 我再點這個 這樣兩個加選了 這樣有沒有可以往外推 對不對 當然如果你空間不夠 你可以再調 好 這樣就把包住了 我們再往後推看看 走到這邊 還不夠 再拉過來 來 走到這邊 欸 不夠 這裡 排著你再拉過去 拉過去 腳 這邊有點遮到了 那我先點旁邊 再從這邊點一下 這個 往下拉 這樣 就是只有洞兩個 我們先看看 你來看看你的遮罩 有沒有跟著他在走 對不對 一直走到 他靠過去 到這裡 應該要再過去 所以我按住去的兩個 一起選起來 再往外推一點 至少要到這邊 好 然後這裡 這一格要往下一點 因為他腳在這裡 好 差不多到這裡 所以我們看看 你就 看一下他中間的補件動畫 這一段時間 這樣子 OK 就像這裡就不夠 對不對 所以我就在這個點 我再往下拉一點 所以你要自己 手動稍微把這個範圍 把它抓出來 把它抓出來 這樣子就OK了 所以你可以先試看看 怎麼樣 用 遮罩 來當作是 我們的 動畫 去遮住我們想要遮住的這個範圍 這個部分你已經完成了之後 還是有點小問題對不對 什麼問題你看 因為兩個人是會重疊 兩個人的這個 過程裡面 在這邊會重疊 那怎麼辦 那沒關係啊 我們再準備一層 就是只有他的 可是這一次呢 我的 被子曲線 就要拉的比較準一點 因為這樣子才可以把這個範圍抓到 對不對 只有他的 你來看一下 完成檔 你看看 完成檔 我們這邊 有沒有發現有 背景 還有兩層 對不對 還有兩層 我們稍微看一下 你就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了 來我先把 這個 先關掉 我們先看看背景的 背景很單純 就是走走走走到這邊 是不是定格了 不是這個 是這個 好這個的 有沒有他是定格定在這裡 那接著加上第2層 第2層就是我們剛剛那個人 走出來 那人走出來 沒有問題 可是這邊 還是有遮罩的問題 對不對 遮罩問題 所以他又準備了第3層 第3層就更單純一點 只有這個人 專門負責來擋住兩個人 怎麼樣 重疊的地方 這樣了解 所以我們就可以再增加一層出來 來 在這邊 把這一層 我們剛剛在下面這一層 我就直接 Ctrl加D 複製圖整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 有沒有 Dubicate 就等於複製貼上的意思 好這個 有的中文官都重置 重置 所以把它按下去 好這一層 我拿到上面來 拿到上面來 那這一層呢 我很單純 我只要留人就好了 所以我只要留到 這一格 有沒有 我們的 這個 做定格的 是從這裡開始 對不對 從這邊開始 所以呢我只要找到這邊 這一段 到這裡 請問前面是不是不要了 前面是走出來的 那我就留給他 我就按 Alt加左邊的中括號 有沒有切斷了 剛剛學過的 那 定格的 就在這裡 這裡 定格到他走出來為止嘛 好所以我大概 就差不多到這邊好了 我先把右邊的切斷 Alt加右邊的中括號 好那我要把這個人是不是抓出來 因為他是定格 所以我們用貝茲曲線繞一繞就好了 所以 我們 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右邊比較會碰觸到左邊就比較隨便 沒關係 所以我就找 右邊他用貝茲曲線 來這邊 直線的 沒問題 點一點 點一點 那這裡有一點點曲線的我就拉一下 這一塊還好 還沒有跟就是 後面那個人有碰觸到 所以我們 就不用太過 就是精準 還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你 是有碰到那一塊的 那就需要注意一下 好到這裡 好我再下來一點 到這邊 一點點 這邊 就是你這邊要繞得比較近一點 就不能 太過粗糙 好 好 後面這邊就比較沒關係了 我就 隨便一點點 喔 因為這裡沒有跟他有重疊 OK 結束 有沒有這樣就看到他了 因為我上面那一層 這一層 我先把最底層先關掉 我這一層 是不是就他而已 把他蓋住了之後 現在 第二層的就跑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拉動一下 你看 前面沒有 在這邊 他走走走走過來 雖然兩個就疊在一起了 那麼我把我們原本的背景再打開 這樣子就看到完整了 因為這段影片他的特點就是鏡頭是固定不動的 所以這樣你就可以做到 像這樣的效果 這樣OK嗎 所以這個定格的動畫 不難 但是 這個範例 我們最主要就是讓各位學習一下 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 影片剪接怎麼剪 第二個 折召動畫怎麼做 OK